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来到桑普论证的节目 今天继续讲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些对于美国的将会出现的调查报告 中共现在最近所做的一些舆论反击词 大家知道习近平的心里面要害怕的,可能睡不着觉在那儿震着的 就是美国会不会真的出一份使他很难堪的一份 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来源的调查报告就是索源 上次我们讲到三个智库就是说索源追索的源头就是恐怖主义 美国是世界第一的索源恐怖主义国,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政治分化国 美国是世界第一的疫症失败抗疫失败国,说用感冒方式不断抹黑 再加上一大堆的论调就是说我们中国做好隔离,做好封锁,所以能够控制疫情 他们去打一场人民战争,将这个病毒战胜在人民战争里面的汪洋大海 哇,多么厉害,多么宏伟 说完这些嘴炮之后呢,无论怎样都好 美国情报机关就会在八月下旬呢,即是既定的九十日时间之内 因为五月说九十日的嘛,所以八月下旬会发表这份报告 好,先前呢,美国共和党已经是相当精彩的 有份报告,现在网上都可以查到的了 直指是一个基因改造学的病毒 大量的证据指向武学病毒研究所 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蝙蝠或动物所洩露给别人的 那么他觉得是一个这个叫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的证据的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就是有一个证据的优势 这个证据优势就是民事策上的基础 事实上这件事都讲得到的时间点 比如说通过一些情报的搜集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九月初或者八月底的时候大量的车在那里聚集 什么事呢?突然之间九月十二号 它有些样本的资料库不见了的下架的 什么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指向一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疫症早已经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大爆发 或者又泄漏 而当时的WIV和它的党委是一定知情的 那么如果病毒来自WIV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么中国将这个病毒作为武器的话 那就可以告诉大家 泄漏后隐瞒允许武汉人出国 扩散全球责任不得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我不会乐观 我一直这么多集我都告诉大家 我对于败匪左派政权这个华尔街集团 和这个深层政府组织出具一份能够清晰指出 有证据优势足以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是 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的源头这一点我是不普乐观态度 我甚至认为不太可能的 那么最近的消息引述是有些消息人士指出 即是在公开的媒体报道说 相关调查即将结束 有情报人员已经在起草机密的报告 初步这样去审查 那么经过三个月的大量基因数据和原始情报的研究 发现现在那个起草的草稿 仍然显示到对于疫情的起源有两派的分歧 一派就认为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合成基因洩漏病毒 第二派就是说动物无意中去传染人的 那么两派都没有办法去驳驳对方 也都看到这个报告没有惊天动地的内容 未来还可能会有修改的 那么就是欲之后事如何 就是看回拜登总统会不会 就是拜匪会不会解密这份报告 也都会值得去观察 所以我告诉你 未来会有重大修改 我认为机会绝极低 我觉得这份报告就是这样写的了 那么共和党始终是小数派 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丧失了多数权 明年会有这个中期选举 那么这个是后话了 会不会改变这个现状的后话 但是我不会看好这份报告 我才先声明 我应该贴得挺重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真相虽然没有那么披露 但是你看到中国现在的舆论反击战是相当大 那么它有三支箭是写出来的 刚刚讲就是上次讲的了 有三支新的箭写出来的 舆论反击战第一 这三支箭我逐支箭告诉大家 我认为这些箭头 基本上都是窩可的 一看就知道不攻自破 用几个小时 从网络上搜集有关的证据就搞定 所以这些东西某程度上是大内宣的意义 多于大外宣的意义 因为你越讲越描就越黑 大家已经不相信中国了 你继续描下去就越黑 我们看到这三支箭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无论是新华网、人民网和环球网 都说在八月初 声称有他叫Wilson Edwards的人 我们叫Wilson 或者叫爱德华之 他中文下 Wilson他声称是瑞士生物学家 这个所谓瑞士生物学家的声称 这个假设认为是极不可能 但是现在说完之后 竟然美国是用尽扭进六任想去施压 想去恐吓其他国家去改变这个结论 是真是太离谱了 发表了这种Wilson Edwards的调查之后 全世界就找了这个Wilson Edwards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角色 他的Facebook开了之后 只有三个Friend 只有一个帖什么都没有 我问瑞士 瑞士驻中国的大使馆 就搭了中文字四个大字 查无此人 接着各国在那笑 这共产党作东西 用回旧方法去作 你道高一尺 摩高一丈 我道高十丈 打你 之后 乱回将那么多的人 不断将你的狮子乱棍打死了 党媒立即下架 失败了 中国又输了 中国彻底的输了 中共玩完了 Wilson Edwards作假了 说大话不用大牙乱棍将你打死 第二个就是这篇文章的实锤 它要证明什么呢 实锤 一锤定音的锤 实很坚实的实 什么实锤 是欧洲的 它的标题是这么写 什么德堡呢 就是Fort Detrick 就是这个 德特里克堡 特特 很难读啊 就是这个 德特里克堡 用北京话来说 德特里克堡 这个特特里克堡 就是Fort Detrick 就是马里兰州在美国 好了 这个地方它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史锤 史锤 美军的协议 就从这个 美国的德堡 开始 就传染到欧洲去 害死你们 那么它的实锤这篇文章 要讲证据的 可以 它讲证据给你听 一讲 就露线了 就开始呢 所有的东西呢 就揭穿它的底牌 哇 又作证 大部分的内容呢 是来自于科技日报 那么这个呢 你看回昨天的Facebook 就是这个冯锡乾 十三围堵 都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 科技日报里面呢 那个记者叫做 张梦然 张梦然 那么 张梦然呢 怎么找到这些料呢 原来是一个呢 网站 就是世界新闻网上面找到的 它的网站就是wn.com 原来这篇文章是7月13号 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写呢 不止是中国 slash 独家 无耗 大逆源自 美国特特里克堡 特特里克堡 Fort Detrick 那么这个文章 就是这样写出来 这个标题 那么这个标题 其实不是原创文章来的 那么它翻译字 一个德文文章 不是德文文章 是意大利文文章 是意大利文文章 还是拉丁裔的 意大利文文章 这个意大利的媒体就叫做众星之星 Lavocci Delavocci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呢 专门是讲很多阴谋论的作家 写这篇文章 它的名字就叫做Andrea Sankgrani 那么这个Andrea Sankgrani 他其实很有趣 他写这篇文章就是 不止是中国 大逆源自特德里克堡 那么为什么不止是中国呢 那么他就说呢 不止是中国一个源头那么简单 还有美国这个源头 那么当然这个阴谋conspirator 那么他就是这些 阴谋论的一些作者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需要那么认真的 你当剝花生就可以了 但是他讲的话 你要全面地看的嘛 他5月14号写过一篇文章就是 中国SARS 就是新战争生化武器 指控中国的SARS是一个新战争生化武器 5月16号他写一篇文章就是这个Andrea Sankgrani 写一篇文章就是Anthony Bochy 就是和川普任命的这个所谓的疾控专家 这个福奇是一个武汉实验室的大金主 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大金主 指控他用美国的资源给钱去供养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导致这个灾难 所以这件事奥巴马的难辞其咎的 好了 这两篇文章写完之后 先写7月13号这篇文章 不只是中国 专家说大疫是源自于美国特德利克普 所以你只是抽这篇文章去看 难道你抽了这个作者所有文章去看 哇不得了 不讲有志可 一讲第一 他有讲过这个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一种新沙斯来的 不是03年那个沙斯 是新沙斯比沙斯 传染力比沙斯 这个是意大利《众星之星》的作者 《阴谋论》作家Andrea Saigrani 之后世界新闻网wn.com翻译成为英文 之后就被科技日报记者卡了 然后变成为实锤 美军的协议通过美国的特利克普 感染到欧洲去 感染到欧洲去 用这样的方法来写 所以不讲有志可 一追尋下去 不需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的东西抽屎剥剪 冯义琴的文章很精彩 你去看一看 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你这样的地方 你的西洋镜就拆穿了 原来抄人家 所以中国不止是强制技术转移 不止是抄袭知识产权 盗窃知识产权 这些东西都照抄 抄人民出处 一说下去 哇 那个作者原来写文章 骂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是一个洩漏病毒的地方 你怎么解释啊中国 无从解释啊你 对不对 好了第二个武功又破了 好了 找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说呢 今天不用说这么多 就说 美国那个军队 来参加武汉军人的运动会 这个文章是经常说的 之后那些网民不是 摔锅、卸锅、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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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就是你听听我BD100 当时介绍过 和当时桑海神州介绍过 银银都有 银银以前有俄罗斯 也有的 德国的这个 德国是欧洲的意大利都有 所以很多种hypothesis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冤枉中国 可能是美国 可能是意大利 可能是欧国 可能是为外星银石 所以什么都有 那这些什么是摔锅呢 他怎么摔呢 就是说这个舆论反击战呢 其实党媒的集中核心 就是说这个武汉军运会论 他怎么说呢 他反而质疑美国才是源头的地方 他就说Ford Detrick 就是这个德特里克堡 第一呢 《环球时报》说收集到2500万份联储 认为呢 正正是美国在马里兰州的 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所泄楼 而通过这个武汉军人民论会 来散布到中国的 这个不是证据来的 这个是你自己动员做的东西嘛 2500万份太少了 Rubbish CCP Rubbish Xi Jinping 你这么搞这么久 你值得2500万份联储这么少 没有权威了 学业柳华债 中国有多少人 我当不要当十四了 十三亿人 2500万四分之一亿 就是说全中国还起码有十二点七五亿的人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参加的元柱 说拒绝参加的元柱 章章受命不参加的元柳 我就很支持这种理论的 exclusive 是吧 就是说 只有2500万份那么少 你中国共产党收屁吧 就是你 这个第一 《环球时报》你算是哪家伙 胡锡进在煽动颠覆你国家政权 煽动分裂你国家 煽动勾结外国势力 证明中国人大部分都支持 并不是由美国的实验室泄流 那大家认为哪个地方泄流 那当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不用想了 所以《环球时报》 我们多谢你 只有2500万份那么少 中国不是只有2500万人 是有13亿至14亿人 很清楚了吗 没问题了吗 第二件事 你要批评我 你凭什么批评我 我就说很多人没有联储 你这些死不无 你有没有联储过 没有自己撤覆 不要撤覆学日本人 自己死了去去 第二件事 央视 央视发文8月11日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说有100个国家 超过9000人参与 运动员参与的这个 在2019年举行的这个 武汉军人的军人运动会 就是全球的军人运动会 发觉到就是 是美国的运动员成为一个零号病人 而通过这个零号病人 将这个在德特里克堡 所制造出来的COVID-19 就传给中国人 这个节目就是央视的招民天下 这一点先前CNN等的媒体 已经延迟搏斥了 这一次中国的舆论反击战 其实是整理前所说的一些方言 他说的就是什么呢 但美国运动员 很多外國媒體和他自己本人的現身說法 他真的在運動的時候入過醫院 為什麼?因為他遇到意外 遇到意外之後怎麼做呢? 遇到意外之後他就什麼意外呢? 胸骨折斷、腦震盪所以進入醫院 他不是傷風、不是感冒、不是肺炎 跟肺無關、跟這些發燒無關 他一點都沒有發燒 之前之後都沒有確診過任何的武漢肺炎 也沒有因為他感染肺炎而產生抗體 沒有這件事 也都是很清晰的東西 但是當時公佈這個名字之後 哇!中國那些小粉紅、網民、網軍、五毛 大幅這樣在人肉搜殺他 不止搜殺他本人的個人資料、住址 還要搜殺他家人 就找到他在美國的居家的地址 之後極盡騷擾、極盡恐嚇 甚至沒有死亡的恐嚇 網絡的霸凌 導致他不聲其妖 為什麼這個人會被人招出來呢? 會搞出來呢? 是因為有個美姦 就是一個美國華盛頓的調查記者 聲稱是獨立記者的George Webb George就是喬治 Webb W-E-B-B 這個George Webb的人就不斷這樣搞 所以現在這個 Marc J. Benassi是想告這個George Webb的 就說他基本上是導致他有這麼大的損失 這個我們就有口話了 本來這個Marc J. Benassi是一個單車的女選手 搞到拿不到獎牌 之餘傷了入了院 還要回來之後被人老屈 他是零號病人 哇 世界上有這麼多億人 就老屈他一個 你說他心裡面怎麼搞 而全世界都去誅殺他 全世界中國的小粉紅五毛網軍 不斷通過黨的力量去誅殺他不得了 好了 現在怎麼樣呢? 央視又繼續炮製了他 這個就是culprit 這個就是杜草人 這個就是Scape Go 好 接著就說這個女的運動員 就是中國病毒 就是他叫做COVID-19 新冠肺炎的零號病人 他就提出四個疑問央視 第一 你看看他怎麼說 美軍的選手到底得了什麼病呢? 那我現在回答你了 就回答你了 他沒有得過任何病 他是受傷 胸骨折斷 腦震盪 沒有病可言 他 央視怎麼說呢? 就是三百多人的五人發燒 咳嗽 和福社 那這幾個人就入住了武漢的金銀潭醫院 就是說這一個是當時的斷證是說有藥疾 他說中國怎麼可能有藥疾呢? 第一件事 斷證那個就不是美國 是武漢的金銀潭醫院 那你有問題可能是李文亮 我不知道是誰了 金銀潭醫院去斷證的 就是說他是藥疾 那你斷證對與錯都不需要別人負責的嘛 對的那你就是對的 斷錯證的是你的金銀潭醫院負責嘛 對嗎?難道有人負責嗎? 第二 三百幾個人的五個人發燒咳嗽福社 是他們帶菌來呢? 還是在這個地方驗到病的呢? 似乎不是帶菌來呢? 喂 他們坐飛機來一直沒有發病 他們來到之後發病 顯然是在武漢受感染的 感染地點就不在美國 就在武漢 第二是這樣的 第三 有其他運動員都中招的 法國、意大利和伊朗的一些選手 在回國前和回國後都有染病 法國染病的人呢 就叫Ellody Slovel 意大利染病的人就是Mathiel Tuglirio whatever 就說這兩個人呢 就說他有染病 好了 染病的時候呢 你最緊要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去求醫 去到武漢金銀潭醫院就證實弱疾 喂 斷證那個可以賴美國嗎? 斷錯證關人? 是你的問題不是別人的問題嗎? 第二就是發燒 有個人病 不證明到他零號病人 你說這件事怎麼可以從這個 Mathiel Benassi 一個根本沒有發過燒 只是胸骨折斷和有腦震盪的一個選手 跟他和這五個人混合在一起 因果關係怎麼配合呢? 所以就說美軍選手到底得了什麼病? 我懷疑當時的美軍選手真的得了武漢肺炎 而那個傳染就是因為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出來的東西 你這篇的央視的文章抹殺不到這一點 第二 美國 我再說一次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洩毒在八月尾至九月初之間 九月十二號 你武漢研究所在網上移除了樣本資料庫 病毒資料庫的有些網上的database 居心何在 跟著 才有這個運動會的出現 時間的順序是這樣的 不是有運動會才有後面的事發生 所以你問美軍選手得了什麼病? 就是中國病毒火候肺炎 第二 美國 為什麼這麼匆忙派軍機 將五個人接回國? 你問這個白癡的問題 這個是什麼運動會? 我再告訴大家一次 武漢什麼? 是軍人運動會 他們搭什麼來的? 是軍機來的 他不是搭民航機來的 今天原機派軍機遣返他 難道坐其他班機? 何況有病 當然要一個防疫 不要跟民航的乘客混在一起 這麼簡單、這麼 common sense 你都不明白 第三 為什麼不公開五個人的病例報告? 他說沒有了夏文了 美國是否封鎖消息呢? You stupid 我再說一次 個人資訊保護 別人的病例報告是別人的私密 別人的隱私 別人的私隱 關你差的事 對不對? 因為很簡單 他們去到金銀潭醫院就醫 病例報告在美國手上還是在你手上呢? 央視 你不是問金銀潭醫院 找你判斷他藥疾病例報告給大家看嗎? 你收起來不見了? 不見了大劑了 以為你和病人斷的症可以不見的 你要解釋的 第四 他問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金牌榜上面火粒無收? 意思就是用翻譯做廣東話 國語就是為何金牌榜上美國顆粒無收? 他的意思就是你拿不到一個金牌 你沒有金牌榜沒有金牌 不是說銀牌銀牌不算 銀牌銀牌銀牌不算 為什麼你沒有金牌? 金牌我就要金牌 金牌榜上面 為什麼你火粒無收? 這個顯然就是罪庸之以不再走 證明你這次是借運動會來播毒 結果就不是這個真正參與運動 我告訴你 我調些資料出來給你看 你都撒岸的 2011年美國在軍人會拿到一個金牌大把 2015年拿到兩個金牌大把 這次2019年 再加成之後 零個金牌 一、二、零有什麼出奇呢? 是不是之前拿十幾、二十幾、三十幾個金牌 這次歸零呢? 不是,是2011年一個 2015年兩個 2019年零個 有什麼出奇呢? 就被你害到個個患病 所以我說這件事 根本上就完全不理一些common sense 和一些基本的事實的分析 何況就是說拿金牌有什麼大不了呢? 如果我說給大家知道 這次東京奧運的每天確診一萬的 如果我說中國播毒去東京的 現在每天確診一萬個確診都是中國運動員播毒 去東京的會場播給東京的市民的 可以不可以? 那我可以問回你這幾個問題 中國 為什麼你們這些中國選手有沒有入過醫院? 有沒有得過什麼病? 為什麼這麼匆忙派專機去接這些人回國? 為什麼不公開有任何的運動員曾經有過病的一些病例報告? 為什麼金牌榜上面輸給美國呢? 你不是連續很多屆奧運會 若干屆奧運會都是拿第一名的嘛 為什麼先在那邊打鬧二呢? 為什麼輸給美國呢? 為什麼女牌輸呢? 為什麼輸呢? 為什麼羽毛球又輸給台灣呢? 為什麼會輸呢? 輸這兩個人你就拿不到冠軍了 你贏過多女命金牌已經拿冠軍了嘛 為什麼為什麼千牌榜上淪落成為第二名呢? 顯然罪用之以不再走 我怎麼這麼說呢? 所以很簡單 和這些人吵架都是曬的事 好了 這幫美國軍人事實上在武漢疫苗病 回到他們原來的基地 分別佈置在二十五個州 二百一十九個基地 那麼當時是沒有查驗沒有檢疫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這個怪病嘛 你記得中國當時公佈就是不明原因肺炎 當時我在D100做這個災害大局 我記得是最後一節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天做到去大概是十二月尾 2019年十二月尾 當時台灣都已經說 現在要封鎖一些由香港來的航班 當時我和李慧玲一起做左右大局 我就已經說這件事不得了 絕對不能夠試入等下 我們還要查證有關的資料 但這件事絕對不簡單 即是我在台灣當時這麼謹慎 我知道這件事一點都不簡單 而事實上由戈日到現在 經營了很多東西 辦送中一直這樣去進行 然後有國安法 然後到英國來台灣 繼續和大家開麥克風做節目 很快就仿余格勢了 已經接近年半時間有多了 接近兩年了 在這段時間你會發覺到 這些謊話繼續說 中國輿論反擊戰的力度就大概是這樣的 但我現在要說的是什麼呢 第一 大家不要將所有注意力 只集中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身上 你說桑普你是不是幫他脫罪 不是 我就說咬定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 但是即使這件事證明或者證明不了 或者拜登在八月下旬 他這份報告怎樣寫都好 你記住有件事已經成為了兩黨共識 什麼成為兩黨共識呢 就是中國隱瞞疫情 阻礙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調查病毒的來源 甚至發放disinformation 假訊息去稀釋的東西 還有他沒有封關 他只是封武漢 但是沒有封中國的境 甚至讓那些中國的人離開中國 散播毒 然後大規模在全球各地低調秘密地 這樣搜集人家的PPE 人家的口罩 人家的疫苗 沒有疫苗沒有疫苗的 口罩 藥物 甚至沒有一些醫療用的一些設備 譬如呼吸機 各方面的東西 等到你真是知道你的問題的時候 所有的財富 所有的設備已經在中國手上 導賣給別人 好了 還不止搞疫苗外交 搞IT外交 搞華為外交 搞E-health 就是電子醫療的外交 輸出他的產業 然後說到自己多厲害 然後抹黑別人 說疫症在其他地方來的 這一套口黑的組合權 這個本身每一件事都是事實 而每一件事都需要負責 你只說不封關這件事 就已經足以追殺十兆美元 雖然美國和很多國家玩得很厲害 讓大家先在這個階段 專注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議題上 這個議題就算你誤誤博 我就找另一個議題來打 很簡單 找什麼呢 不封關 隱瞞疫情 阻礙調查 不阻礙譚德塞 延遲宣佈 這個是世界的大流行 pandemic 跟著又不通知其他國家要封關 首扣PPE 每件事都可以死罪 所以這件事 拜登政府 左派政府 和中共 從未來眼氣的深層政府華爾街集團華盛頓沼責 你自己怎麼做 我看在眼內 是不是 你現在當權 是不是 我就看你怎麼搞 每一個事實都可以成為一件事 不只是 在武漢病毒研究室是否洩漏製造病毒 很簡單 就算不是 wherever from wherever 那個病毒開始 後面所做的事 你是不是需要負責呢 這個就是重點 未來 會對美中國力 或全球抗中圍堵的趨向 有沒有一些推進作用呢 我想如果你順著這個機理 去劣順它的話 起碼有六點 會看到 很簡單說一下 一 會有更多的制裁 無論是美國或歐洲或日本 會有更多制裁 英國也好 有更多制裁 是對於中國的有關官員的 第二 可能去索賠 即是撒取賠償 這件事 起碼十兆 我肯定如果今天 如果特朗普 蓬佩奧繼續當政的話 早已經去索賠了 這點很清楚的 但現在拜登 我不知道它是老得太厲害 還是根本上這個深層 政府棄造型 還是兩者皆是 於是乎就沒有做出這件事 我也都不太相信 這個左派政府會做出這件事 第三 就是產業脫歐會加速 有很多的產業PPE 和一些關鍵的 重要的和國家安全有關的一些產業 必須要No China 這個Decoupling會加速 它不會全面所有產業都會加速 但是會加速 再加上而在 香港又將中國的反外國制裁法 塞入去附件三 人大常委會會今個月中會通過的了 香港會本地立法 一旦立法之後 又有金融方面的脫歐會加速 今天我還沒知道 就是攬炒就是它開始的 第四方面 就是盟友會擴大 因為受到中國 武漢肺炎之苦的盟友很多 大家都想做 辛丑和約的一個簽署國 所以大家都希望追殺賠償 就算你今天是伊朗 都受影響 你是俄羅斯 都會受影響 他們都想參與 全球追索 中國病毒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權 去追索 以億計 以兆計的賠償 兆就是一萬億就是一兆 所以我想這個就相當精彩了 第五大家會不會看到 各國慢慢慢慢會承認 台灣的地位呢 我們遲些會說到立陶宇這件事件 這個是一個契機 但是關鍵軸心 仍然在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不是立陶宇 那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會不會有機會加強 而令到很多新歐洲國家 和一些民主國家 會逐漸形成一種雙重承認的問題呢 那這個很值得分析 遲些有機會再和大家分析 這個類似 以前如果你說 所謂清英第一戰爭 這個貿易戰爭 這個俗稱鴉片戰爭 各地大概就割得台灣去 但這個是不倫比喻 因為中國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 OK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 所以它就基本上要放棄台灣 因為台灣就會走自己的路 那第六點呢 就是會簽約 因為最後你要賠款 你要承認責任 各國會逼中國去簽署一個 新丑和約 類似拜國聯軍之後的局面 就是希望今年 新丑年未過去之前 能夠簽到這份約 機會大不大呢 說實在不大 但是這個趨勢會出現 如果這個趨勢會出現的話 你會發覺到圍堵中共 而去追究責任的追究責任 和追討賠償是會增加 是會增加了中國共產黨潰爛的程度 而都會加劇了中共內鬥和一些所謂的 裏面的外強中竿色例內任的局面 反差拉劇之後呢 很多時候會shake the CCP 這件事的話呢 可能會產生的 但是我會認為 與其講這個前瞻之前 我會發覺到 一 美國八月底的報告 我不看好 二 大家要督促 不只是要調查病毒是怎樣洩出來 更加要重視中國隱瞞疫情 開關播毒的這件事 阻礙調查的這件事 壓制信息 反屈他人 搜集所有PPE 盜賣 接著還有疫苗外交 還有散布假資訊抹黑各方的地方 全部這些東西 每一件事都去追殺你十兆 基本上重疊起來 也可以追殺你十兆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十兆只是個開始的數目 是當年 是Trump 在2020年中的時候 統計的數字 現在死了多少人 現在有多少人的生意受影響 所有事情都關你事的 什麼Lambda 什麼Delta 什麼Alpha 英國變種 印度變種 whatever變種 這些變種 從哪裏來的 是中國病毒而來的 武漢肺炎而來的 是由中國武漢病毒 舍出去導致的 對不對 甚至現在在中國爆的疫情 又是新病毒 他說南京的Delta 河南的是不是 雲南的是不是 四川的是不是 廣東的是不是 遼寧下的是不是 你回答的 對嗎 所以就說這件事不得了 你Delta有什麼 什麼塔也好 什麼法也好 我就不抱大希望 說實在 關鍵在什麼地方 關鍵在你形成了一個氛圍之後 這個政權不會再選下去 是不是 如果明年的中期選舉 共和黨能夠重奪 這個參眾兩院的控制權的話 至少有參議院的控制權的話 我想 或者眾議院的控制權 兩個加起來的話 情況就很不同 就會使得這個拜登 會成為一個閉鞠壓 這個時候 到了2024年 如果真的能夠 這個右派再套裝當政的話 事情就會起一個根本變化 因為這個議題上面 不像台灣議題 台灣議題無論是左派右派都很謹慎 但是在這個追殺的問題上面 肯定右派政權是更加努力 大家拭目以待 聽我說的對不對